在所有人的热烈掌声下 56岁的工人罗伯森 走向他的新车以及新人生 他坐进车子里感动到喜极而泣 但说到大礼前的这十年来 罗伯森每天都得走上 34公里的路上下班 这位迪特律工厂工人 旧车在十年前报销 实际只有大约台币334元的他 没有钱买新车 每天搭公车上班 带碍于公车路线 下车后还得再走6小时才到公司 尽管如此 他每天早上8点出门 凌晨4点才到家 几乎从不迟到或矿直 罗伯森的司机 经过迪特律自由报报导而曝光 全球网友为他的困惊和毅力而感动 透过线上集资募款 短短5天内募得31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979万 福特车商还免费送他一台 价值约111万台币的新车 网友的善意让罗伯森内心激动不已 募集到的资金将用来支付 他的汽车保险 维修费用和健保费 而他回别 冰天雪地 必须走路上班的苦日子后 也感恩社会 希望以目前的知名度 帮助其他和他有类似遭遇的 地秀入民众 谢谢阿慧文 众好报道